现在这一代 不出神仙 神仙没有了 出一些科学技术的 这些知识分子 神仙君子没有了 社会乱了 人心坏了 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就要受苦受难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应接而来 过去生中没受到好啊 苦难时候 到这个世界来 来到这个世界 两种人 一种就是来受报的 要无冤无悔 甘心情愿 受这个报应 为什么呢 应是自己造的 应该受的 一阴国报 丝毫不爽 第二种人是来实现的 是来救苦救难的 那什么 佛菩萨就再来 他跟大家一起受苦 那 虽受苦啊 他救众生 帮助众生 这年龄人 不是这年龄人 怎么回到这来 那我们是说的 那我们是谁哪一种 前面一种 夜宝啊 我们趁夜宝来的 幸运的 是日道佛法 日道佛法 能不能转夜宝神 为硬化神 就看这个 能不能转得过来 能转得过来吗 能 你看 原料反而不就转个命 但是他转的是世界 善悟 他们一做个大转 大转做除世界的善悟 彻底 觉悟世间 是怎么会刺激 我这一生 势必要超越 出世界 遇到这个法门 就有可能啊 遇不到这个法门 想转 未必能转得了 遇到这个法门 是真正可以转得了 那问题就是 我们拥有这个决心 真正转过来 往生 记录世界 你 终于